好继续来带您看到花莲县议会第二十届定期大会二三读会结束 花莲县政府强调 对于县议会临时会以及定期会总共有95补助案涉及栽损 建设及社福等民生必须经费仍未审理 由于大多属于中央补助案 是已经处于社会弱势族群面临无助局面 让脆弱经济面临雪上加霜的处境 县府表达最深浅的遗憾 也期盼县议会苦民所苦 尽速审议通过提案 一同携手为花莲相亲来造福 花莲县议会强调 对县议会临时会以及定期会共计95个补助案涉及栽损 建设以及社福等民生必须经费仍未审理 由于大多属于中央补助案 让已经处于社会弱势族群面临无助局面 让其脆弱经济面临雪上加霜的处境 县府表达最深的遗憾 我真的昨天定期大会才结束 但是依然有非常多的中央的补助款 还没有通过 还没有进行二三读 这是我很遗憾 也是我很揪心的 我很揪心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钱到乡镇公所还要开临时会 进到乡镇公所的乡库 然后再设计规划再动工 所以在这里真会真的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 我相信很多人 很多的议员都会有意见 但是我一定要把我的忧心告诉大家 不要用行政杯葛 来让地方的建设停滞不能做 所以我要谢谢副医长 还要谢谢我们很多的议员 如果在定期会 还要二读还要竹条 那一读的时候就不用读了 所以在这里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代表都知道 行政程序是什么 我们常常在东台湾 常常受到工程流标 流标再流标 所以执行率 如果这样子一直搁置 当然执行率会有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我真的要说 我执行率当有问题的时候 中央又会扣我们县政府的 这个东中央统手分配款 这些是不是又变成 全部都是花里相信 要去接受呢 所以在这里 真卫今天我是真的 我真的真的有点傲慢 所以把真卫自己 心里话告诉大家 新闻站长何立太平老师 多以县议会杯葛的预算 将冲击到花里县市 十三香镇市的地方建设 那如果是因为这个案子没有通过 不是只有卡到花里县政府所有的工程 是前花园县 十三香镇市 公所所有的工程都停摆 我这边有很多的代表 在这边 所以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了 我想各位 议员租公都在这个地方 那四大 我们都是民意所选出来的 当如果有一天大事宣传的时候 你在议会对这样子预算的杯葛的时候 就是跟人民作对 要大声揮这个事情 因为 十三香镇市的首长都切切实意在谈这个事情 到时候看谁在议会表现是如何的时候 所在各项都会发笑 一定会发笑 我想拜托各位 我想我跟议会都非常的认真 我想这一年中国民意的洗礼 对地方的民谋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要以民意为依规 要以地方的民众所需求的救災 各方面来做依规 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到 因为我们新城乡公所有几个案子卡在那边 我们有耐震补强的活动中心 中央已经核定给我们了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动 万一地震的时候要倒的时候 我们要找谁啊 我们要耐震补强 是一个急迫性的工程 但是卡在那边没有审查 你说我们怎么办 跨离政府运切期盼 跨离县的进步已发展 积极努力争取中央预算为地方谋服 也感谢所有议员们贴近明末 反映基层镶嵌声音 监督测镜整体县镇与作为 期盼府会能够持续沟通相互尊重 共同与严谨且负责任态度 为花莲县名某福祉 细手共创幸福花莲 让花莲县的未来更加美好 记得喜欢新鲜会导